大家好,我是阿强,仔细看,一位穿着西装的帅气的男人小邓坐在电脑面前办公,突然头转向门口叫道,黑龙。 一位年轻帅气的小龙推开了门回道,邓总。小邓问道,今天都有什么安排? 这时小龙走到邓总面前回道,邓总,上午有一个工程投表,下午还有一个同学聚会。 邓总回道,同学聚会,我得有20年没见着我同学了。 小龙回道,是啊,毕业20年了,也该聚聚了。 邓总回道,好了,你去准备一下,告诉司机你会到楼下接我,中午那你也过去。 小龙回道,好的,邓总。 这时小龙离开办公室去安排事情,而小邓继续看了一下电脑,微微一笑。 于是小邓站起来,去楼下等司机。 这时画面一转,司机开着车到公司楼下接邓总,邓总打开车门便上车。 在车上,邓总问道,哎,老代呀,是不是快到了? 小代回道,是的,邓总,马上就快到了。 邓总说道,老代,你快点停车,你把我以前干活的工作服拿过来。 这时小代转过头来说道,邓总,你这是。 邓总回道,老代呀,20年了,我怕同学之间比富贵呀,我认为呀,同学之间真诚理智的友谊,还是世界无价之宝呀。 接着小邓换上了自己的当年干活的居卖套,并从车上走下来,去参加同学聚会。 小代开着车来到邓总身边停了下来,说道,邓总,那我先走了。 邓总挥了挥手,表示让司机先回去。 邓总在马路上拎着一袋东西,慢慢地走去参加同学聚会。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哎,这不我老同学老邓吗? 哎,小千,你滴了个要饭兜的,干啥去啊?要饭去啊? 小千,别闹,这不参加同学聚会去吗? 哈哈,就你这样,也配参加同学聚会?我以为你要离家出走的,哈哈哈哈。 行了,别滴了你的要饭兜了吧,上车,我拉你去。 来吧,这你去哪里去的? 这哪有你地儿,张旗旗旗的,小千,那我上哪坐去? 来吧,有地方,走。 小千,我还是走着去吧,走,走,我就车那车,还嫌我车满了呢,别别别,小千,这地方好,正式跟你,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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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还要拉美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瞅啥呀老婆卡死眼子 哎呦你是不是老邓呐 是是我 哎你是小圆圆吧 哎呀你咋整的呀 比上学的时候还是寒酸的呀 没办法呀 生过所过了 小圆 我们年龄都差不多 你咋那么年轻呢 来干啥来的 这个都跟我套近活 哎呀小圆圆 你看你说的 咱不同学聚会吗 同学聚会 你就这四处啊 上学的时候咱俩是同学 关键的不说去 咋现在就不能这四处啊 小圆圆 你咋变成这样呢 你知道今天来的 是咋人呢 你穿这处 你配吗 咱们都是老同学 你咋能这样呢 你可闭嘴吧 咱俩是同学 我可跟你丢不起那个人 既然这样 我啥也不说 你在这边呢 你往哪走呢啊 小圆 你不欢迎我 不代表其他同学 不欢迎我 我真是看明白的 你看同学有点钱 你是要往上贴呀 小圆 我 这样吧 看这咱俩同学的面子上 我这还有点零花钱 你拿着这个钱 赶紧给我滚 王圆圆 你太过分了 你可别磨叽了 赶紧给我滚 干什么呢 你还不见你呢 都倒了呢 哎呀黑龙 你来的正好 你看都擦这儿的 还有他家公约进会呢 行了小圆 七十三字 黑龙 他是他是啥呀 他好像是个头大笨的 王圆 你也太过分了 七十三字 你再 不是 我说黑龙 你俩那么能多块小圆的啊 是不是想跟他一起滚呢 小圆你 你们都说什么呢 没看到现在几点了还不进去啊 哎呀老张 哎呀 这不老邓呢 你咋还来的呢 哎呀好兄 你这多年不见 甚至想念呢 哎呀挺好的 看 看 小圆赶紧过去吧 我上外边接个人 行 我也找了 你干吗 小圆赶紧过去吧 你才来呀 都等你那赶紧上去吧 哎呀 我你今天有玩的你知道吗 什么 他咋下来的呢 那我也知道了 超他那样还挺穷呢 同學們好久不見呐 哎呀這圓來了 快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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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這是誰呀 怎麼老當的你家後面醜來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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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試看你一句話說唷我咋不能來呢 哎 你不跟老夫卡屁啊的玩家看那邊的耳肉 去過我去過 哎小螞 你怎麼能這麼對老凍呢 趁龍別多壞錢事啊 他坐我旁邊不影響視力嗎 哪來我啊那邊快 你 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妈呀啥声啊好逼真了是不是啊 哎呀那个地方挺好挺适合你 你家这坐到的 哈哈你没事吧 哎呀四号这些年没见还那么爱开玩笑啊 哎呀同学们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哎呀那姐来了快来来来 那姐你来这坐来来来来哎好嘞 哎呀这不老邓吗这么多年没看着你还得孙夫啊 来来来来听男人来自这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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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做呀你啊 你你们也太过分了 妈呀哈哈哈 美娜呀你咋这样对我呢 毕竟曾经之前我们有过一段 不是美娜呀 毕竟你们都是老行人 曾经还有过那么一段 这不得叙叙旧吗是不是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都说闭嘴啊 咱们突然不知道哪只眼睛瞎了看上他 美娜你你什么你啊 你从你穿的一说 我那狗穿的都比你好 他来参加什么同学聚会呢 就是老邓吗你看我们在座的哪个不比你强吗 都比我强你们确定吗 哎呀 不过同学聚会吗 大家都高兴点 老邓快坐快坐 老邓啊 你说啊 咱们都不是一个厂物吃的 大伙都别人了一米 开回家回家多了 你们真是不知道啊 其实老邓就吃 行了喝 好哦 你在 corr 啊 来 喝点来 来来来来来 来吗 哎 我说老邓 你还要点脸 大家伙都不愿意呢 你自己不知道咋个事吗 大家不想挑你大分你得了 就算老邓婚得不好 你们也不能这么对他 怎么有钱了不起啊 怎么的我们就是有钱 就是瞧不起他 怎么的呀 就是瞧不起他 怎么的呀 来来来再等下来 来来来 不是老邓 我之前打听过你听说你婚你不说呀 你今天怎么穿这事就来了呢 难道在你们的眼里只有金钱和利益吗 这就是你们在社会的力度之道 就算你们冷言冷语对我 也无所谓 你们要记住 30年合同 30年合金 这一天就能天算你能不胜 还是 是文财 那没上球好北大呢 老邓 那现在是什么社会呢 那你倒是给我说说 好那我就给你说说 老邓 在当今的社会没钱没权没地位 谁跟做朋友 谁跟做朋友啊 就是就是 老邓 你这话说的就对了 在当今这个社会啊 尊严和地位 那都是用钱买来的 哎呀老邓 这一看你可太事了 美娜 那虽然坏了 老邓 你这是啥车啊 能赔得起吗 这是宾利啊 美娜 自己看着办吧 这可是我新买的车 说话你能赔得起吗 美娜 就一个是这个钥匙你至于吗 至于吗 你知道这是啥车吗 就把你俩卖着都赔不起 哎呀 你这什么态度 我就问你 你这车也都赔不赔 哎呀老邓 陪不起啊 陪不起我帮帮你呀 你今天晚上陪陪我就行了呀 哎呀 哎呀 什么啊 老大哥你对人相声的 元月儿 你可不可以挺重呢 哈哈哈哈 你们说话的时候 把嘴巴都放干净点 哎呦呦 老宝贝生气了呀 你要是实在出不起啊 我帮你出了 你考虑考虑 都别磨叽了 说说吧 到底谁才 哎呀大姐呀 你可别生气了 哎呀大姐呀 哎呀 哎呀 这钱我帮你赔不就完了吗 哎呀起来 你好好考虑考虑 比我原来 哎 你们是不是没完啊 夏乐 你别以为你自己混 挺好的 多管闲事啊 不是 你们这班人就一个车钥匙 信誉吧 哎呀老道 你还记不记得呀 上学的时候 我还追过你一辈呢 不过你解决我了 哎呀我那个心呢 好疼好疼呀 你喜欢我 不代表我喜欢你 干什么事 是无法相求的 哎呦 我逗你玩的 谁亏当初 你拒绝了我 要不然呢 我都会跟你挑大分去 你俩都不过过去了 赶紧给我赔钱 行了 在你们追困难的时候 老邓可没啥帮助过你们 这人不能忘本 你花了钱了 我可一分的梦花 老丈 当初你住院的时候 谁给你拿的医药费 你忘了吗 行了黑狼 过去的事就别说了 老邓呢 看见你过去对我不错的份上 我就报答报答你吧 等等小羊别着急 我再给他加点药 好的张哥 我就让他长长地形 这么对我 你会后悔的 后悔 我这边最后悔的事就是对了 哎呀小圆 没想到你跟老邓还有一嘴呢 就这 老么咖之呀你 我可不要给你留着吧 老邓是吧 再说的各位呀 你可能都不了解 我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 这位呀 这是我们养猪专业户 张总 家里呀 五六百头猪啊 这位呀 是著名的那宝石大亨 张宝石先生 这位呀 那我就更得隆重介绍一下了 田园牧村集团分公司总经理 这位呢 我就不用多介绍了 你应该都知道 他是田园牧村子公司的 销售部经理 销售部经理 怎么的呀 他老公可是田园牧村集团 人事部的总负责人 现在在这的这些人都得闲啊 你这辈子都没看过 这么说 你们都是田园牧村集团旗下的死公司了 哎呀 你这么知道 行了 你个敲大份的 你可别到这儿装给你卖了啊 好了美娜 怎么说老大也是你前男友 不至于这样 不是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爷爷 他你们 他就是田园牧村集团的董事长 什么 董事长 来来来 我看哪董事啊 什么 他是董事长 他是董事长 我说董事长说话 既然是董事长 来了 大家回去敬董事长一杯吧 我对董事长 真是董事长 我对董事长 你又想董事长 你又想董事长 你 managing 你又想董事长 你又想董事长 你怎么想董事长 你还没有想董事长 我没有想董事长 你去哪个董事长 我们来西安董事长 我对董事长 她那放走 我撒謊尿照著你自己 走兄弟們回去喝酒去 走 喝酒去 我告訴你們 我就是田園牧村集團董事長 你們的所作所為會付出代價的 每個人都有出色的一面 不要狗眼看陰地 我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你們也太過分了吧 賈樂 我知道你跟老鄧的關係挺好 但是今天請你戰興隊伍 你 你什麼你啊 你和我們田園牧村集團的合作是不想談了是吧 這個合作如果你還想談 你趕緊給我過來 來吧替我打他倆巴掌我教育教育他 紅美娜 想好了嗎 別跟我默契趕緊給我打 你再不打我就要反悔了 搞到 對不起 這個合作對我很重要 賈樂 我一直以為你跟別人不一樣 你太令我失望了 老鄧 別說了 畢竟他們都比你強 美娜的男朋友在人事部 畢竟我的相公是他男朋友的負責 好了別說了 你做嗎 江樂 事業做的漂亮 回去吧 這位知道我為什麼瞧不起你了吧 你沒錢沒學 你幫不到我嗎 我們為什麼教你 他沒錢沒錢呀 我們有啊 我們可以幫了呀 啊 哈哈 你們確定今天飛遼這些案子嗎 上學的時候老鄧可沒照幫你們 行了黑龍 他們都不是曾經的同學了 既然你們想玩我就陪你們玩玩 幹什麼同學們這麼熱鬥啊 哎呀老李來了快說快說快說 哎呀是老鄧嗎 老李你來了啊 哎呀老公來了來快說快說 你快點啥也不是 啊讓我吃了 哎呀李哥聽說你這兩年婚禮越來越胡說了 來來來喝杯茶 李哥你看看之前的項目 這個事啊 老鄧 老李 你看你也來了 咱這個合同什麼時候簽一下啊 老公剛才那件事我都答應他了 姐我喜好都答應了 明天上午去我的辦公室吧 嗯好來大家一起生意經濟一杯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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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 老鄧啊 你也配哥哥喝酒 你啥色分呢 李哥 你去不知道啊 他要是有資質證明 他能來這同學聚會嗎 哎我說老鄧呢 在這都沒人願意勒你 你趕緊回家 幹 нуж saved isch 你們這些骨障人士的東西 你們這些骨障人士的東西 你這個臭藥飯 妳知道我是誰嗎 罵誰呢 陪老 你别管 你们 还有你 今天谁都别想走 你可吓死我了 他谁都走不了 你跟我俩讲鬼故事呢 同学们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我家的房子 马上就拆迁了 搞这么的 你可别在这吵出来 外面那可不血人吗 穷人欲果不得入内吗 小切 你 你啥呀你 瞅你这熊样 刚才浇水浇的少了吧你 赶紧滚出去得了 难道金钱和地位 对你们就那么重要吗 对呀 就是这么现实 刚才你没听见吗 来电话了 我家房子马上就占了 到时候啊 我花点小切 买你闭嘴 我万万没想到 你们变得这么恶心 小切 小切 我没记错的话 你是您谈最大的金子户吧 没错啊 就是我呀 咋的 你羡慕我 你嫉妒我 你信不信 你家的房子 我说不拆就不拆 你说不拆就不拆 咋的 你开花就急的呀 你吓死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我到底让你看看 我是不是在吹 同学们 等我家房子拆了 拆先款下来 我带你们去巴厘岛玩 咱们吃好的 吃贵的 就是不拆的免费的 玩得了 哈哈哈哈 小切 咱们要去巴厘岛 是不是得一条龙骨啊 张哥 你放心吧 到时候你跟老爹去呀 老爹给你安排俩 你玩得了 你知道银潭最大的金子户吧 二哥 我是不是也得去呀 我也去 我也去 走去走去 来大伙一起喝一杯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对 他家的房子不拆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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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电话 他已经快好下来了 什么 不拆了 我得罪了 都不敢得罪了 我就参加一个同学聚会呀 嗯 我说过 你的房子 我说不拆就不拆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的房子 说不拆就不拆了 哎呀 老邓啊 你可不能说不拆就不拆呀 我们一家老小都是这个房子呢 你刚才不是说穷人与狗不准入内吗 哎呀 老邓啊 你可别说不拆就不拆呀 我就指正生活呢 你要不拆了 我可怎么办呢 老邓啊 刚才是我的口误 对不起 老邓啊 就你这样满嘴流油 不说人话 不拆就对了 对不起啊 老邓啊 你可别不拆呀 我这辈子都吃不上六个菜呀 我走了 我老走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我走了啊 同学们啊 看到没有 等下猜猜猜馆下了 咱们一起去巴黎岛玩 Happy 你就是人事部李伟新经理吧 你信不信 我一个电话 就让你啥也不 你可别搞这给我俩推了啊 你要有那能耐 能混这熊呀 好 今天我就要你知道 什么叫人不可貌相 喂 人事部吗 把愤怒似的李伟新给我开除了 你妈 老公你听说没有 他说他要给你开除 你妈 嘿嘿 喂 什么 我被开除了 记住了 做人不能太势力 要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你被开除了 你真 是董事长 这回你信了吧 董事长 董事长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真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拿开你的伤口 机会已经给你们了 你们不懂个真集 你可以走了 还有你们 给我记住了 做人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满 今天这个二十年同学聚会呀 绝对让我刻铺明心 你们今天看我穿的破衣来衫呢 瞧不起我 我也没什么话给你们说了 你们走吧 老邓 我们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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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了 树光万丈 莫万根 人落辉煌 莫万本 今年的聚会 要我看清了你们的现实 今天这样的聚会 不聚也罢 佩朗 我们走 老邓 我们错了 老邓 我们错了 老邓 我们错了 老邓 graders 老邓很尝诚 老邓